哈喽,Are you ok?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师的强化学习纲要课程 今天是第六课,我们将继续介绍策略优化过程 能坚持到这次课的同学非常不容易 前面五次课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多的 能把他课程内容消化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今天这次课是最后一次挑战 因为这次课会是我们所有课程里面最困难的一节课 这是我们今天的计划 我首先会给大家介绍Policy Gradient的不同变种 然后我将介绍近五年最新的策略优化过程 这里面总共有六种方法 然后我将通过两种主线给大家介绍 就第一条主线是从Policy Gradient的开始 然后逐渐改进这种PG的方法 通过TRPO的改进,然后Actor改进 然后一直到最新的PPO的改进 另外一条主线是从基于价值函数优化的办法 QLearning开始 然后到DDPG,到TD3,到SAC 因为我们这次课只有一个多小时的内容 所以我要介绍这么多种方法 没法把每一种方法都详细介绍 所以起到一个,所以课程内容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目的 希望能有志于强化学习研究的同学 能回去认真阅读这些论文 把里面的算法搞清楚 因为强化学习其实也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一个领域 每年都有很多新方法提出来 但是这里我给大家选取的这六种方法 是我们强化学习最有名的几种方法 如果你能把这些算法里面的道理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然后搞清楚 其实非常有利于你把强化学习 用到你自己的研究内容里面去 或者你开发新的强化学习算法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这两堂课的内容都是基于策略优化 我们之前几次课介绍的是 基于价值函数优化的强化学习 在价值函数优化的强化学习里面 我们主要是有了一个deterministic policy 就是当我们学习了这个qtable过后 然后我们会直接取它的这个agmax 对应的那个动作 然后采取这个行为 但是在我们这个策略优化之中 我们是有机会得到一个statistic policy output 就是说从这个策略函数的输出 然后它会告诉我们一个概率 就比如说向左走的概率 向右走的概率 然后我们从给出的这个概率里面 采样就可以得出我们的需要采取的行为 对于策略优化函数 我们优化的这个object function 是这样定义的 这里我们有一个reward function 然后这里有一个expectation expectation是我们通过 让这个策略函数跟环境进行交互 然后产生了一个这个轨迹 trajectory tau 然后我们这个reward function 可以对这个tau进行一个输出 输出它可以得到多少奖励 所以我们是希望 我们从这个策略函数采样 产生出的这个轨迹 尽可能多的得到奖励 然后我们上节课 做了一个简单的推导 然后得到这个policy gradient的一个算法 这里我们是reinforce的一个算法 就是我们推导了这一部分 计算这个jθ的t2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的这个policy gradient 然后它是由它的得到的这个奖励 return以及跟它的这个对于策略函数 因为它是一个概率函数的score function 组合起来的 然后我们这里又做了一个近视 就用mc的一个办法 就是产生了很多轨迹 然后产生了很多它的这个score function的likelihood 然后这样在可以近视它的实际的gradient 然后用这个近视的gradient 然后我们可以优化策略函数的参数c 然后我们希望更进一步改进policy gradient的variance 就使得它的variance尽可能的小 这样就会使得策略优化的训练更稳定 然后我们这里定义了一个函数 这个advantage function 然后它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就是一部分是用q function 另外一部分它是有对应的这个baseline 因为我们的这个vs 其实对q取一个动作的平均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vs 所以vs可以作为这个q对应的天然的这个baseline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policy gradient 改造成这个advantage actor critic 就对应它的policy gradient 就是它的这个score function 然后再生意它的这个advantage function 然后这里就有了这个advantage actor critic 这样就成了我们后面 这些最新的强化学习算法的一个基础 这里我们算它的advantage function的时候 它是由两个function组成的 因为如果这个状态很多的话 我们只能用近似的办法 所以对于q函数 我们需要有一个近似函数 对于这个价值函数v 我们也需要一个近似函数 所以这里需要两组参数 就对于这个价值函数的近似函数 我们需要有一组v 然后对于q函数 我们需要有一个w这个参数来拟合 所以在我们的优化过程中 我们需要同时去优化这两个价值函数 就通过td的算法 或者通过mc的采样的办法来 来近似这两个函数 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改写 因为对于这个q函数 我们可以换一种形式来写它 可以用这种bootstriping 用tdtarget的办法来重写它 这样就让它写成tdtarget 它就是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它实际得到了这个reward 每一步得到reward 跟它后面做一个bootstriping 得到了下一个状态的一个价值 这样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td arrow delta组成的形式 这样我们对这个z delta 它进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化 然后就可以让它反反算 然后又变成我们原来的这个advantage function 所以这两者其实是一个近似的一个关系 然后是它的一个古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policy gradient 用这个td arrow的一个办法来重写 然后这里一个这样重写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只用去你和它的这个价值函数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里只用去你和它这个价值函数v 然后它的函数的参数 就是kapa 这样就只用去古迹一组credit的一个参数 这样就省了很多参数的古迹 这样也可以使得训练这个价值函数的训练更稳定 然后对于这个参数 然后对于不同的优化办法 然后我们也会得到不同的这个update 就假设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价值函数 然后的这个approximator我们用一种线性的一个你和方式 就是说当我们得到状态我们设计它的特征 cata s 然后这样再生意它的这个kapa kapa就是一个线性就对对状态的特征进行线性的一个组合 然后这样就可以回归它的这个价值函数 然后我们这里如果选取的这个更新方式 是基于这种mc的一个更新方式 那么之前那个td arrow 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它实际得到的这个return 然后再去减它的这个价值函数 然后作为它的这个kapa 然后去优化 然后我们这里选取的更新的优化方式 如果是td的方法的话 那我们可以直接代入它这个td target 然后减去它的这个价值函数 然后我们这里甚至可以用多步的这个return 可以算比如说走三步 然后再boostriping它的这个价值函数 然后用这个作为它的更新 然后可以用这个来作为它的critic critic这个函数的参数估计 那这里就是基于不同的这个价值函数的估计方法 然后可以得到不同的这个critic parameter critic参数的估计 同样的对于actor 我们这里说的actor就是这个策略函数 我们算这个策略函数的gradient 这个jc 然后也是基于你选取不同的那个优化方法 然后可以得到不同的这个policy gradient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采用mc 就蒙腾卡罗的方法去算这个actor critic 对于这个actor 这个policy gradient 那么就可以直接用这个gt 然后减去它这个我们value function proximator出来的这个值 然后作为它的一个更新 然后再生意它的这个score function 如果我们这里选取的优化方法 是选取的这个td的方法 那么我们就直接算它的这个data 然后作为它的这个policy gradient的优化 然后我们这里如果是多部的k step return的话 那么就是让k step走了k步的return 然后再去bootstriping它的对应的价值函数 然后再减去它现有状态的价值函数 作为它的这个估计 然后这样就可以估计出这个actor的对应的参数了 就是policy gradient对应的参数 所以这里是对于policy gradient的算法的总结 这就基于不同的policy gradient的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policy gradient 这里如果我们是采取的纯粹mc的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采取了这个轨迹过后 然后把每轨迹每个点的这个score function likelihood让它记录下来 然后算每个点它的return 然后这样的话这样就会得到这个GT 然后作为它的这个量 然后再审议它的score function 这样就是会得到一个reinforce 所以我们这里采取的这个reward是用Q函数 然后作为它的一个reward 因为Q函数跟GT 其实是一个对应关系 就GT相当于是Q函数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采样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得到这个对于Q函数的actor critic 然后我们这里如果再进一步减去它的baseline 然后用价值函数做一个baseline 然后就可以推导出这个advantageactor critic的一个算法 然后如果我们这里是用进一步采取简化的办法 就用这个td target作为它的这个reward function的话 那么它就会变成tdactor critic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这几种actor critic的方法 然后基于你最后得到用的奖列函数的不同 然后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优化方法去优化 然后这里我们对应的critic 就是对于我们对于这个policy evaluation选取什么样的优化办法 mc或者td learning的方法 然后会去不同估计它的参数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课程的重点 当前最牛的这五六种强化学习算法 然后这里这几种算法 因为每一个方法可能只能花大概七八分钟或者十分钟的时间 就没法把每个方法里面的细节介绍清楚 所以只是介绍一个大概 然后我希望可以把这几种方法通过之间 通过分析它之间的联系 然后把它都串起来 这样同学们可以在课后 然后对于每个方法 然后再去仔细研究它对应的论文 然后以及它对应的代码 这样可以进一步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 然后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然后从事强化学习的研究 那么我今天会介绍 通过两条主线来介绍策略优化的方法 就第一条主线是基于Policy Gradient的开始 然后因为我们希望进一步改进Policy Gradient 如果同学之前去有跑过一些Policy Gradient的代码 你就会发现它的训练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 那么我们现在有的很多改进Policy Gradient的算法 就是希望使得Policy Gradient变得更稳定 这样我们就有了TRPO或者ACTOR以及PBO的整个一系列的工作 然后另外一个脉络是从QLearning出发 因为QLearning是基于价值函数的强化学习方法 然后QLearning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就有另外一部分研究者从QLearning出发 然后提出了比如说DDPG 然后TT3 然后到最新的SARC的方法进一步改进QLearning 这样就会使得QLearning用到更广泛的各种强化学习问题之中去 然后对于这不同的算法 然后都有一篇论文 我这里把这所有的方法对应的论文 然后都列在这个地方了 就对于这个TRPO 然后他缩写就是Trust Region Policy Optimization 然后以及这个ACTOR 然后是OpenAI 然后他们提出来的 然后以及这个PPO 然后也是OpenAI提出来的 然后QLearning的话 这一部分作者又是另外一批人 就是因为上次我也讲过 就是从策略优化触发 以及从价值函数触发的强化学习研究员 其实是分两个大的流派 然后进行的 然后他们从两条不同的主线触发 然后最后都提出了 进一步提出了很多最新的强化学习算法 让我们来开始介绍第一条主线 就是从Policy Gradient的触发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Policy Gradient的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Policy Gradient 它自己的Sample Efficiency是非常低的 我们这里说的Sample Efficiency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采取的样本 就需要让现在我们正在优化的策略 跟环境进行交互交互 这个交互的过程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Sample Collection 或者Data Collection的过程 然后这个交互过程的多少 就决定了Sample Efficiency的多少 因为我们这里说过Policy Gradient 它是一种Unpolicy Learning 就是说它现在只有一种Policy 它优化的Policy 以及跟它去采取数据的Policy 是同一个Policy 所以它现在就通过同一个Policy 既去采取数据 也去优化这个Policy 所以它整个Sample Efficiency是非常低的 Policy Gradient的另外一个存在的问题 就是它训练过程非常不稳定 这里为什么不稳定呢 就是只要你这个Policy Update 出了一些错误 或者它这个Step Size 有些问题的话 它就会使得整个训练过程 然后变得非常不稳定 然后以至于导致整个训练过程就崩溃了 这其实跟之前同学们有过这种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这种强监督的训练 你标定图片 然后训练一个这种分类器 然后这种训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对于这个强监督的继续学习算法 就这种分类模型 我们是样本之间 它之间的这个关联是非常低的 我们给的假设都是IID的假设 这个样本之间并没有相关度 所以就导致就可以说 你现在这个样本 如果质量很差的话 那没有关系 来下一批样本来质量好就行了 这样就算你样本里面有些噪声 然后整个训练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强化学习里面 这就不成立了 这个IID假设就不成立了 在我们第一节课里面 我们就讲过在强化学习里面 它采集到的数据 就这个跟环境交互得到的数据 它其实有很高的相关度 这样就导致你这个策略本身 对采集到的数据影响非常大 假设所以我们这里有第二点这个关联 如果说我们某一步的这个更新程度 它算出来这个policy gradient 或者我们用的这个step size 不是这么对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很错误的policy gradient 然后我们用这个错误的policy gradient 去更新我们当天的policy 然后就会得到一个很差的一个policy 让我们得到很差的一个policy 然后用这个差的policy 又去跟环境交互 又采集一些数据 然后我们就得到很糟糕的一堆数据 那么用这个很糟糕的一个数据 然后去计算新一个policy gradient 然后又产生一个很差的gradient 这样就形成一个错误的一个循环 就变得整个训练过程就变得越来越糟 这样就会使得我们整个训练过程 很难从一个错误的一个policy里面恢复 然后就导致整个训练过程就崩溃了 这里我给大家展示了一个两根训练的一个曲线 这是两根曲线是在不同情况下里面 就是加不加对它的这个advantage function 进不进行normalization 然后都会发现这个训练过程并不是这么稳定 你看它循着横轴是它训练的时间 然后纵轴是它的在这个当前的这个策略的表现 你发现它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 比如说进入好像整个训练已经进入这个200的这个分数 最高分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忽然跌到这个比如75这个分数 然后又忽然上升 整个训练过程相对于这个强奸度这种分类的训练就非常的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性就是由于它这个policy gradient 它整个更新 然后是跟它data collection也是偶合起来的 所以我们在改进policy gradient的时候 就希望能改进这两个policy gradient的问题 所以对于这两个问题 然后这些方法就提出了一些改进的一个思路 对于第一点就是我们希望整个训练变得更稳定 那么这里可以用到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训练过程中引入这个trust region的一个机制 然后就使得它产生的这个gradient 总是在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里面 我们只要是在这个参数空间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安全范围里面 更新我们的策略函数就足够了 另外我们也可以用这个nature policy gradient的办法 就是这个是二阶的一个优化方式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sgd 它是一个一阶的一个近似 这样算出来到gradient的其实并不准 那么如果我们希望policy更准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二阶的这个优化办法 这个就是对应的这个nature policy gradient 然后这样就会也会使得它这个优化更稳定一些 然后另外我们是想把对于第二点 这个policy gradient它自称是unpolicy的 它sample efficiency非常低 然后我们想把policy gradient进一步扩展成off policy 就让它对于这个数据采集 然后它可以用另外一个policy 然后我们用另外一个policy 采集到的数据来优化 我们想学习的这个policy 然后想把policy gradient变成off policy的话 我们可以引入这种important sampling的一个方法 这也是在trpo 它里面引用了这种important sampling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它这种优化办法是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ature policy gradient的一个概念 我们之前算的policy gradient 就直接对于它的object function算它的优化 然后它这里得到的gradient 它是在参数空间里面是最降的最快的一个上升的最快的gradient 这里我们假设参数空间里面是我们是一个OG里德的一个量度 就是给定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参数空间里面的增量是d 然后这个d是一个类似于这个OG里德空间的一个球 我们现在需要去找一个方向去优化这个d 然后使得使得这个整个这个极大化 这样我们找到这个d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参数空间里面 steepest asset 但是这里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样算出来的d star 它是对我们策略函数采取怎么样的参数化的形式 就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我们policy function是用一个高丝的一个尼合 还是或者用一个self max的一个尼合 都会对这个算出来的d然后产生影响 这样就会导致当我们把这个d加到这个参数上面过后 然后这个价值函数它的输出 因为它输出是一个概率 然后这个概率跟它这个参数更新并没有联系起来 所以我们这里提出了一种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steepest asset in distribution space 然后我们想从这个policy output space 然后去去优化 考虑优化它的参数 这一output就是这个pi theta 它实际的output 然后我们这里希望它实际的output 跟它上一步的优化之前的这个output 变化尽可能的小 然后在这个尽可能的小的情况下面 去优化它这个d 参数空间里面找到这个d 然后使得它下一步更新 这个下一步更新出来的策略的输出 它的输出就是这个概率就是pi theta 加这个d 然后使它尽可能的小 然后我们这里去衡量两个策略的这个近似 这个距离的话用了这个ko divergence 然后我们就希望希望这个ko divergence 然后等于等于一个固定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数 这样我们把这个constraint这个限制 然后加进去过后 然后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整个优化过程算它的t度的时候 就使得这个d 然后让它最后输出的这个空间能变得尽量的连续 而且跟它的这个coverture没有关系 这个coverture翻译成中文的话 我是取例 就跟它这个coverture本身并没有大的联系 因为这个coverture 其实是对于这个代数几何里面 它是跟你这个函数 概率函数你是怎么去参数化它 有非常大的联系的 所以我们想使得这个整个策略过程 跟它的这个你采取怎么样的策略函数的参数形式 没有关联 所以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个优化方式 这里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ko divergence 如果大家有一些概率的基础的话 就知道这个ko divergence 是来衡量两个分布之间的这个相关度 以及这个近似程度 虽然ko divergence并不是一个度量 因为它是它不是不满足这个三角不等式的 它是而且它是这个非对称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度量 但是当我们第一这个第一足够小的时候 它也可以近似成一个对称的一个形式 所以当我们这个neighborhood 这个策略函数优化了这个neighborhood 足够小的时候 这个ko可以当成一个度量 然后我们这里进一步可以进行一个 简单的一个推导 就是把这个ko divergence 做一个tiler展开 就是tiler expansion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这个ko divergence 它的一阶导数其实是零的 然后我们这里保保保保留的 其实是它二阶导数 保留到这个tiler expansion的二阶 对应的二阶二阶二阶数 然后这里有一个f 然后这里的形式的话 ko divergence就可以表示成二分之一 然后省意d transpose 在省意d 然后我们这里f 它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几何意义 它是在概率里面 这个f它是叫一个fisher information matrix 这个fisher information matrix 它对应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ko divergence 它的second order 就是相当于它的二阶导数 关于ko divergence的二阶导数 就是这个fisher information matrix 这些部分可能都是补充的一个内容 它里面就是有一些这种几何概率几何的一些实际的几何意义 就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去深挖一下这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个优化问题 就希望使得我们去优化一个地 然后使得它满足这个条件 我们这个条件就使得它更新过后 然后它最后这个策略的输出 然后相对于它更新前的这个策略 然后它尽可能的小 就让它这个这个差异度非常小就小于这个小于或者等于这个c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形式 然后再把这两个优化条件整合起来 因为学过优化的同学知道这个是个constrained optimization的一个形式 然后我们可以其实让它写成一个这种 Lagrangian的一个形式 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让让第一个条件 然后再组合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我们就希望这里有个lambda 然后lambda是一个参数 然后使得在解这个优化问题的时候能让两个条件都满足 然后我们这里又可以把这个tidal expansion 然后拿过来了就把这一个优化的函数 然后我们对做一个tidal展开 那么就可以得到它是由四部分组成的 然后一个是第一个是他augmax 这第一部分其实跟这个d并没有关系 然后第二部分是这个jc大函数的t2 然后再审议他这个d然后第二部分就是kodivergence 然后再把它拆开 因为之前说上一页slide说了kodivergence 我们拆开它的一阶导数就是为0的 然后这里只保留到它的二阶二阶形式 然后再加这个lambda c 然后我们再对这个展开的这个形式求导 求导的话对这个整个一个等式求导 因为第一部分是跟d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求导的话 然后就直接为0了 那么第二部分然后求导 就会最后然后再做第四部分求导也回0 所以这里剩下的其实就是这两部分 然后这两部分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化 然后就会得到一个概念叫nature policy gradient 所以我们现在去解这个优化函数的话 直接对它求导 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gradient 这个gradient就是nature policy gradient 然后它其实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是我们说的这个f矩阵 就f矩阵是facial information matrix 然后它对它求逆 然后再审议它的这个原来的policy gradient 我们知道之前后面这一部分就是我们 一阶导数算出来的policy gradient 然后我们再审议这个facial information matrix 那么facial information matrix的导数 我们知道facial information matrix 就是kodivergence的二阶导数形式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nature policy gradient的一个概念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参数更新化的一个形式 然后这个形式相对于我们最早的policy gradient 它就是多了一个f这一项 f求逆的这一项 我们使得这个policy原来的policy gradient 然后再去除以它的一个facial 除以它的facial information matrix 然后这里facial information matrix 它是可以这样直接用它的score function 然后直接算出来的 就是当我们采集到这个likelihood的function过后 然后对它求算它的score function 然后score function 然后再审议它的transpose 然后再把它加起来 然后average起来 然后这样就得到这个facial information matrix 它就是相当于这个second order derivative of kdivergence 然后这里f它有明确的一个几何定义 它就是在测量它的一个曲率 就是curvature of policy distribution 相对于这个模型参数 然后现在如果除以除以这个f的话 就相当于把这个对于我们用某一种 某一种参数化的策略函数形式 我们直接去除以它的curvature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curvature去掉 这样就使得我们参数整个优化形式 就是跟它的这个我们采取怎么样的策略优化 让它独立开了 所以这里nature gradient它的一个核心就在于 我们可以让这个优化过程 跟它的这个策略函数 我们采取怎么样的优化形式可以让它独立 然后这样就可以使得整个优化过程变得更稳定 这样可以使得 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函数的参数化形式 然后这个策略函数它的output 然后都会这个概率函数 这个概率 然后都会尽可能小的变化 然后这个下面有个链接 然后会包含 进一步去理解这个policy gradient的方法 感兴趣的同学 然后可以去研究一下 因为这个nature gradient 其实是在优化里面 它是一个二阶的一个优化方式 就比sgd算出来的gradient要更准确 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你必须去估算它的fature information matrix 另外一点我们是想把policy gradient 扩展成off policy learning 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知道off policy learning 自身有很多好处 因为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算法 然后去采集到很多比较激进的 在环境里面去探索 explore 然后采采集到更广泛的数据 然后这样来为给我们的优化的策略 然后我们这里采取的一个办法是importance sampling 然后这个概念其实是在 如果同学们有一些机器学习的基础的话 就是这个知道或者概率论的基础的话 这个importance sampling在我们这个采样过程里面 也是用的比较广泛 就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是说 我们现在假设要去估计一个函数的一个期望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估算fx的这个值 然后我们x然后是从一个分布里面采样出来的 就x它是从p分布里面采样对吧 然后这里importance sampling就是说 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p分布采样 比如说这个p分布的形式非常奇怪 然后没法去直接采样 然后我们可以采样的只是说 可以从一个uniform distribution里面采样 或者是从一个高圈地区bution里面采样 然后那我们怎么能去估计这个fx参数 去估计这个对于一个不知道怎么去采样的p 然后去补计它的这个fx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对于fx针对于p的这个期望 然后我们可以增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化 生意这个px 然后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化 就让这个生意一个px 然后再生意一个qx 然后再除以一个qx 整个数不变 这样我们再把这个qx 然后以及它的这个integration 然后放到外面 这样就让它变成一个另外一种期望形式 然后让它是求一个fx 然后生意一个px 再除以一个qx 然后这样去估计这个新一个函数的这个期望 而且我们这里采样方法就是x 就可以从另外一个分布里面采样了 就可以从px这个分布采 px这个分布是可以是一个比如说uniform distribution 或者高圈地区bution 我们是知道怎么去采样的 这样就会产生很多很多x 产生很多x过后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x带到这个px里面去 以及带到这个px里面 qx里面去 以及带到px里面去 然后把这个ratio这个比例算出来 然后再生意这个fx 然后这样就得到它一个值 然后再采样很多很多x过后 然后再取一个平均 然后这样就可以估算出这个fx 针对于px采样的一个期望 所以这个important sampling 就是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important sampling跟我们的这个策略优化 有什么联系了 因为我们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联系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策略优化的这个函数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现在策略优化的这个object function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关于这个价值函数的这个期望 这个a这个action是我们需要去优化的这个函数里面产生的 但是假设我们现在优化函数没法去对它采样 那么就可以从另外一个策略函数里面采样 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个py hat里面去采这个action 那么可以通过important sampling 然后去省一这个ratio 然后把这个代价函数 然后然后转换成对于important sampling算出来的这个代价函数 然后这里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实际去跟环境交互的这个策略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behavior policy headpy 然后去产生实际的轨迹 然后我们算它的reward function的时候 那么直接去再省一一个ratio 这样就可以来近视它原来的这个策略函数的对应的object function 所以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策略函数的客观函数 然后改写成这种基于之前另外一个策略的一个优化函数 然后这里另外一个策略的话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是我们可以用我们之前的这个策略 所以在我们讲qLearning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讲过就deepqLearning 我们知道我们有两个策略函数这个behavior policy 我们是用的之前的这个策略函数 因为之前的策略函数产生的这些数据 我们也可以放到这个replay buffer里面 这样就可以重用之前的这个这个这个 之前采取的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现在现在的这个代价函数 它自身就包含了这个cetaode 这个celaode就是说我们之前的这个比较老的一些的 这个策略函数的参数 然后就可以用比较老的这个策略函数 跟环境金融交互 然后采集到的data 然后用这个data来优化我们现在的这个policy gradient 那么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ratio 然后再去生意一个ratio 这样就可以让它的这个价值函数的这个 这个奖励函数的优化 能让它无偏了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ratio 就是pi theta除以pi theta old 有可能会非常大 如果这个theta old pi theta old 出来这个值 如果是非常小的话 那么这个ratio 这个weight 就会非常大 然后这样也会使得整个 整个优化过程变得非常不稳定 所以我们这里希望 进一步引入一个constrained 一个限制 就使得这个ratio 尽可能的小 就是我们更新过后 新一个policy 然后跟老的这个policy之间的这个变换 尽可能的小 那么这里就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去衡量两个策略的相似度了 那么就可以引用上级slide 我们介绍的这个co divergence co divergence就可以拿来衡量 两个策略之间的这个相似程度 就比如说我们想衡量当前优化这个函数 跟之前的这个策略函数 之前的之间的这个距离 就可以用这个co divergence的形式 来表示来度量它的这个距离 那么这里就可以引入了这个trpo 就trusted regionpolicy organization的优化函数 然后我们这里优化函数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就第一部分是我们这个surrogate object function 就是它这个function里面包含了important sampling 这样重写一下的这个代价函数 然后第二部分是我们加的一个限定 就在这个优化过程中的限定 然后这个限定就使得我们优化的这个pi theta 跟我们之前上一个这个pi theta odd 之间的这个距离 尽可能的小 然后这个距离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这个球一样 然后这个距离这个这个范围内 然后这个这个空间里面 然后就叫做trusted region就可以信赖的区域 这里我用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示意图来帮助大家理解 就是我们之前如果不加这个这个限制 就不加这个限制的话 就比如说直接用gradient and send 然后就跟这个爬山一样 这个山其实是andrius landing 去过的同学应该非常熟悉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优化过程想象成 爬这个andrius landing的这个过程 就是使它尽可能的沿着这个山峰往上走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可能有一步更新 产生的gradient非常大 或者我们的step size这个步数没有设定好 然后我们就很有可能就直接就冲出悬崖了 那就整个优化过程然后就掉到悬崖里面去 然后就再也不可以恢复出来 所以我们加了这个constrained这个限制的话 就类似于在我们每一步 然后加了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这个区域里面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这个trusted region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优化过程 然后只能在这个圆圈里面安全的这个区域里面选择一个方向 这样就可以使得这个训练尽可能的稳定 然后这样使它的这个概率输出 然后也是尽可能步数跟上一个策略的概率输出尽可能的小 这样就可以保证一个这样一个trusted region 然后随着这个训练过程我们这个trusted region 也可以让它缩得越来越小 这样它的根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小 这样整个过程就会也会变得越来越稳定 这样就防止了这个策略在优化的过程中 然后掉入这个悬崖下去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把这个trusted regionoptimization进一步推导 把它的这个价值函数 然后再做一个taylor expansion 然后我们算到这个taylor expansion的话 就是第一个部分 然后可以转换成这样一个展开 成这样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kill divergence 也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然后最后这个展开过后 就是taylor expansion展开过后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我们要去优化下一步 这个theta t plus 1 然后我们希望使得这个theta t plus 1 然后满足这两个条件 一个是使得这个尽可能能大 二个是使得这个新出来这个theta 然后是满足这个小于data 然后我们去解这个优化形式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直接把这个quadratic equation 它是有一个显示的一个解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解成这样一个形式 就会得到了我们的这个nature gradient 这个形式的话 其实是跟我们前面这个nature gradient的形式非常一致 然后这一页slide也是在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对应的这个东西里面 它就有很多部分h 然后它是对应了facial information matrix 这个notation可能前面是用的f 然后这里用的h 它是关于h的话 它是对于kodivergence的二阶导数 然后它是可以通过这种score function的一个变化 然后可以直接求出来 然后这里这个形式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这个更新形式 它并没有step size 你看它并没有这个alpha这个step size 它这里控制的这个step size 就是这个data 我们这里有个learning rate 这个data 所以这个data 它的意思意义是什么 它data是直接在限制 我们这个更新过后的这个policy 跟之前这个policy的这个近视程度 所以我们就类似于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推导过后 然后就使得这个data跟我们的learning rate 直接联系起来 这也是这个trpo 非常推导非常好的地方 就现在我们不用去设定step size 到底需要多大 我们这里只需要指定 我们需要这个更新过后 这个策略跟前一个策略要输出 要这个距离多少 然后用这个距离 然后去去推出它的这个step size 这样我们就现在不用去设置它的step size 只用去设置它这个安全trust region 这个的大小 然后就可以了 也许我们这个step size 这个安全trust region learning rate 可以设得很小 这样就可以使得它这个更新非常稳定 所以你这里看到我们 这里也是它的一个好数 就像我们这个设定的这个data 就可以使得这个参数更新 不会改变这个策略 策略函数的这个概率输出的 这个程度 就不会让它这个产生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里对于这个trpo 它其实是对于nature policy gradient的一种更更进一步的一个推导 它跟nature 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 有一篇这个nature policy gradient 它其实里面已经把这个policy gradient的这个东西推到了一遍 然后trpo就是基于这个nature policy gradient进一步做了一个important sampling这个东西加上去 所以trpo它在它进一步它的这个算法本身 然后还提出了怎么去近似计算这个fisher information matrix 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算这个fisher information matrix h 就像我们要去对它算这个nature policy gradient 要去对这个矩阵求逆 这个矩阵求逆的话 大家知道这个矩阵求逆 当你这个矩阵的维度非常大的时候 矩阵求逆的计算量computation cost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这里trpo然后它就提出了一个去不用算它的这个矩阵求逆 那我们现在是说让它去解这个这个ax等于b的这个形式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这个解这个形式的话 可以转换成它的这个quadratic equation 然后去解这个quadratic equation的话 因为这个解了这个quadratic equation 如果我们能解的话 因为这个函数直接求导的话f'我们就可以吃这个是等于0的 相当于这个等式的解的话就是等于它这个等式的解 所以我们现在去优化的就是相当于优化的这个quadratic equation 然后优化这种quadratic equation就有先程的一个优化方法 你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conjugate gradient method 直接就可以调用这个conjugate gradient descent的一个方法 然后它其实是gradient descent非常像 然后它但是它的优化训练过程是这个迭代次数会更小 所以我们这里就得到了这个trpo的一个完整算法 它其实是可以当成一个natural policy gradient的一个更进化的一个版本 你可以看到它上方里面有用这个CG conjugate gradient去解这个优化的过程 然后这样就会得到它这个data theta的一个更新的这个形式 然后就可以解它用这个二阶的这个二阶的gradient去更新它的一个函数 然后也这样就把这个trust region的一个限制加到了这个优化过程中 然后就这样就使得它的训练过程变得更稳定 如果你去看这个论文的话 这个论文它是发表的ICML2015的一篇论文 就是江修曼是第一作者 这个论文本身其实是非常难懂 它里面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推导 而且它的appendix它的附录里面 就包含了一个两页的一个推导 然后它要推导一件事 它就要推导通过这样的一个优化办法 它的这个policy update 在我们这里每一步的这种优化 然后都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policy 所以它去证明了一件这件事 就是说它m如果定义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它把这个constrained然后加进来了 然后去优化这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它每一步都可以使得这个object function 然后变得更大 这样相对于j theta pi加1 然后是大于这个j theta pi的 所以当我们在更新这个mt的时候 那就可以这个优化过程就可以单调递增 它就在证明这个guarantee molatonic improvement 这里面的证明可能设计的数学跟优化 东西就非常多了 就有这个数学背景或者优化背景的同学 然后可以去细细推导一下 里面也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 这里它这个推导过程就利用了 就把它当成了一种minorize maximization的一个算法 就这个mm算法 这个mm算法也是优化过程里面的一个形式 它的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形式 就是em算法 就可能有机器学习背景的同学的话 可能学过知道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这个算法 这个em算法 其实是mm算法的一个特例 就是说它是在mm这个算法 它是在解一个去优化极大化 这个soregate function soregate function大致的意思是说 是对一个原来的一个客观函数 这个红色的线是原来的这个客观函数的一个近似 就是soregate function一般是对原来的客观函数的一个近似 它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解这个 没法直接去解原来针对于红色的这条客观函数的一个优化 那么直接去解它的这个近似 然后去解这个蓝色的这个曲线去优化 我们找到的找到的c他这个点 就是对应的红色原始的客观函数对应的这个极大值的一个点 简单看一下这个trpo的一个比较 然后它比较因为它是最早的比较早的一个策略优化的方法 然后它比较的是一些更早一些的 比如说nature gradient的本身这种算法 以及一些黑箱比如cm这些算法 看一下这个trpo本身的这个一个demo video 然后它是在这种local motion的环境下面测试 然后它可以学到这样的agent 然后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往前走 然后这样的环境里面 它其实它得到reward奖励是非常密集的 danced就是往前走一步过后 然后它就会得到一个reward 这样训练过后然后它就会 所以它也比较了一些算法 比如说比较了最标准的nature policy gradient 然后它也测试了这个atara game OK我们再来看一下trpo它自身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存在了就是计算量 它本身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现在虽然它用了 conjugate gradient optimization 但是它计算h 然后也是计算量非常大的 因为它每次算h 然后它其实是在每一步对每一个policy 然后它都要去算h 所以就需要很大的计算量 另外一点是它在近似h的时候 因为h本身它是一个期望 但是我们在近似这个期望的时候 是用样板用rollout里面产生的很多样本 然后去近似它 然后这个近似过程 然后也是也需要很多的样板才能近似 然后conjugate gradient的本身 它的优化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然后trpo本身在一些这种atara game 这个游戏上面 在有些环境上面 并不是有这个deepq learning要好 所以基于这个trpo后面又有了更新的方法去改进这个trpo OK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部分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总结 然后我们首先介绍了对于policy gradient的这个算法 通过不同的优化办法 然后它有不同的形式 然后给大家简单介绍了这个nature policy gradient 以及trpo这个算法 然后我们下半节的课会继续介绍其他这个sota policy优化的办法 然后我们这里对于policy gradient 然后也有一个可选的这个第三次作业 大家可以去这个链接里面 然后看一看 可以把这些作业做一下 然后这样可以加深 然后你对policy gradient的算法的理解 Bye